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們繼續和大家看看這個垃圾收費 現在繼續有滿城風雨 更加看到餐飲業的會長就說 如果真的搞的話 到時候各位食客埋單 這條數一定算在你的單上 這樣就更麻煩 這樣就更麻煩 到時候已經說貴了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是我埋單 家裏那袋垃圾又是我埋單 現在我出來吃飯又是我埋單 那怎麼辦 不行啊 那些東西這麼貴 到時候不是沒有人出街吃飯 哎呀 那就真的頭都大了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首先也看看這宗新聞也挺熱話的 因為剛剛昨天 環保署發表聲明 就近日網上有一段流傳影片 就說環保署的指定垃圾膠袋 非常易難 我也看過了 我意思是有看過那條影片 那些粗口橫飛 很誇張 當然裏面的膠袋 其實我細心一看就是測試版 就不是真的叫做 賣街版本 環保署就說 將懷疑有刑事成份的個案轉交給警方跟進 環保署強調 儲方指出 快要賣的膠袋 早就通過國際和國家 相關的標準所有測試 不會容易難 測試包括 抗拉強度等等 抗吉穿 抗衝擊的能力 政府嚴厲譴責這些假訊息 提醒市民有近日不少 將拍片唱衰膠袋的謠言 居心可測 市民務必提高警覺 避免人誤導和迷惑 類似的 到了這個位置 當然 我們做市民的 當然是關心 關心就交到質量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之前我們看到 現在雖然暫 暫時延期 延期到8月初 8月1日才實施 當中還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政府 甚至乎 不同的部門的人士出來 講清講楚 真的 釋除大家的疑慮 我相信大家對這個 垃圾收費 垃圾徵費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之前也報導過關於 你 綁不好 東西寫出來 罰錢 捉到的罰錢 膠袋穿洞的 又不行 刺穿了 如果有些捉籤在裡面 你現在用的垃圾膠袋也是一樣的 捉籤一定會穿的 基本上都是穿的 就算黑色大膠袋 你說不穿嗎 勢是假的 麵包也可以穿 黑色膠袋 說笑 我當時做過 看過 髮包挺硬的 硬正 又粗糙 一下子 貼得脹一點 穿了袋子 要打孖上 那時候 做餐廳 所以大家對於 這個膠袋的質量 究竟是不是 很容易穿呢 我相信大家都很關注 我相信 環保署的說法就告訴你 他們做過那些 膠袋的測試 不知道多少公斤 都可以 撐得住不穿 怎樣也好 因為我自己覺得在這個環境上 其實那個 拍片我看到都是測試版的 因為測試版和賣街版一定會差一點 可能會改良 改良了的就更漂亮 你給你測試一定是有問題 未必是 利於理想的 舉例 那些背心袋的手抽 會不會可以做大一點 你沒有理由 把那個袋子 然後就說 你看那個膠袋的手抽很小 然後拿出來 這些 其實也是不好的 始終一天 我們 在街上買到這些膠袋 未實在持有過上手 就不可以 純粹靠一兩條影片 質疑 這些膠袋是否真的不適用 甚至乎不耐用 但是其實很多人都會對於這個收費 都有一些意見 就像肥媽那樣 肥媽對於這個垃圾收費 她就說 肥媽 你真是 有她的看法 她就說 她指出 這個垃圾徵費的措施 是垃圾的 她說 神經病的 你這樣也不讓人用黑色膠袋 要別人買你的膠袋 那你和 你和環保 是背道而馳 這個說法 肥媽這種說法 老實說 真的 我 在街上聽不少 我在街上聽不少人討論 這是很多人所想的 所以為什麽 我們特首 立即 雜停 不如 說清說錯 大家 解釋 適取大家的疑慮 才實行 比那時候 一直做 一直用 大家九個問號 不就麻煩了 當然 你說 袋中袋中袋中袋 相信大家都不了解 其實肥媽那種說法 政府應該先做分類工作 而不是把這個責任放在市民身上 我又這樣說 這件事 肥媽 我這樣看 人家 參照海外那些 誰製造垃圾出來 你應該要分類 你自己應該要分類的 不是沒有理由 是要找 等同 說過說法 清潔工人說 搞錯 你要我幫你 把垃圾出來 一人一代 你公屋那些 不就做到 趴在那 這個 其實我也覺得是對的 是自己去做一個分類 我其實 當然有人說 麻煩 這件事 大家習慣 習慣成自然 記不記得 當初我們未實行這個膠袋收費的時候 大家都覺得 不是吧 又要揹個環保袋出街 很麻煩 我忘記拿的時候 又要我收錢 買個膠袋 然後搞到一屋膠袋 有人說這些 到了這一刻 我身上很多人都養成了這個習慣 是不是 會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大家還叫好一點 不是 家裡減少幾個膠袋 不用那麼煩 又有美麗的環保袋 出來行有faction 其實這些事 真的是習慣 我自己覺得 所以 肥媽那種體驗 我覺得 政府是不是要做分類工作 本身也要做 因為我分類完 你也要再西選 你怎麼確保 是不是真的 舉例 一個膠瓶 瓶蓋和瓶要分開 誰知 那個人是不是有那麼好 首尾呢 這個 只不過是 我們首先 第一步要先走 做了 當然 肥媽 從環保的態度 甚至源頭減費的角度 她覺得 肥媽覺得 政府這個 做法不是解決問題 就是把問題給市民解決 弄到天下大亂 當然 你說用什麼膠袋 這個其實 也有一個繼續研究 當然 政府方面 會不會有什麼 細微的改變 我就不知道 肥媽那種看法 說完了 但是 另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 經濟的環境 如果 貿貿然 又開了一個 垃圾收費 對於 我們市民出街 尤其是 餐飲 會不會 不要說餐飲 到時候 各行各業 舉例 Gym Room 你喝完膠瓶會放在那裡 商場 商場 又可能會徵收一些費用 去那些店鋪 那些店鋪會有成本 這些垃圾的成本會否轉嫁到消費者身上 可能你買一雙鞋 我沒有垃圾製造 沒辦法 因為有時候可能要幫你放那些 紙、鞋盒 各樣 然後 成本就在他們身上 他們就在我們身上 你想想 沒有理由 這些東西 買一件衣服 又可能會在我身上 因為你有一個膠袋 套著衣服 我幫你扔掉 我又要成本 你想想 不只要飲食 到時候 又無端端 整個物價 又拉高了 真的很頭痛 當然 首當其衝的一定是飲食業 因為飲食業一定會有很多廚餘 有很多垃圾製造的出來 我看到黃家和 他就說 如果是這樣 到時候 各位顧客就要埋單 去到這個位置 我相信有人就說 我不吃了 我北想吃 我北想吃 沒那麼煩 又不用想這些東西 那我的垃圾就放在深圳 我在深圳製造的垃圾就放回深圳 在香港我連垃圾都不弄 不要啦 不要製造垃圾 有人會很偏激 會想這些東西 我們看看黃家和的說法 是怎樣 當然這個垃圾收費 押後到8月1日 政府就說是4月1日才實行 但是根據這個香港餐飲業協會 會長黃家和就表示 其實絕大部分中小食市 已經疫情經營困難 你說環保 這個時候還在想嗎 當然是賺錢 所以 你說 對於 中小企來講 分分鐘 這個又是 對他們的成本 很大負擔 他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 就說 垃圾收費對業界不是新鮮事 也一直支持政府的做法 希望政府在未來宣傳教育做得更好 他說業界會擔心成本身家 因為如果按照之前政府 那種收費的辦法 小型食肆 每個月最少開支會增加到一二千元 大型食肆可能會增加過萬 那麼 酒樓、大型的 酒店、自助餐 這些 比較好大型的食肆 有很多垃圾要扔 到時候成本就會增加 某程度上一定 就會借勢加的 到最後也是我們買的 這個很嚴重的問題 對 他要加到我們 我沒有辦法 但我們有選擇 吃和不吃的權利 是不是 你想想 我們現在說一個兩餐飯可能 二十多元 然後你 又說要加多幾元 因為垃圾收費 其實也要想想 幾慘 我買外賣 我沒有這個骨在你那裏 我沒有吃剩的東西在你那裏 你製造垃圾 為何用我來賣單 然後人家就說 我煮飯給你 不會製造垃圾 是不是 切頭切尾 不要那裏 那裏也要丟 我不製造垃圾 你給我吃 所以 到最後 一人就會覺得 沒辦法 我連在這裏吃的 壓力越來越大 所以 對於 當然 你說政府 沒有搞這些事嗎 一直都有搞 例如 排污的問題 水方面 業界那時候 餐飲業也有說到 排污費增加 到時候也會轉介到市民身上 這些等等 會有很大的壓力 我們也是這樣過了 但是 日子不同 環境不同 我們經歷過一個非常 輝煌的黃金時代 就是自由行 那時候 基本上 貴一貴的東西都會買 貴一貴都會吃 大家 不會 論息 你的荷巴入 一分的錢 總之 吃呀 買呀 所以大家 不會覺得是這些問題 成本 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人在願意 洗 那你現在沒有了 那麼大的消費力 的時候 我們現在面對的 就是自己 就 扯回這些東西 好了 扯回這些東西的時候 在經濟那麼大環境 又不是特別多人 來吃東西 消費的時候 如果 貿貿然加價 其實你猜 那些店舖上家 他們都不上家 已經都蠻蠻底了 分分鐘可能在疫情裏 欠了 周身債 他現在就想辦法 希望叫做釣熱源水 一步一步慢慢 退出來 但是你又看到 遇到一個問題 在這個環保的角度 我們應該做 還是應該怎麼做呢 這個其實就是 值得商議 當然 可能 反過來 會不會 政府 又在這一方面 就叫做 餐飲業界 那些 就會 特別 減 便宜 或者 可能有 不同的做法 現在我們首先會不會針對 家庭的源頭減肺 這個 我們首先要慢慢逐個逐個 去擊破 像肥貓說 有時候 我自己 想 應該從個人的身上 去教育 這個其實我之前已經說過 你不是從 小孩也好 或者市民去 培養一個基本的 環保分類的意識 但是如果你是純粹靠收錢去令到人 想著 減少一些 製造垃圾 某程度上 是會 這件事是會 但是對整個市面的經濟 就反而 就不太 有利了 因為大家 之前說 你不敢買東西 我買少一些東西 甚至我要扣子女的零用 有些說我寧願不出去吃 飯 之類之類 國出其謬的時候 連買東西的 他都要想 剛剛用 糟糕 好像不是很對 好像不是很對 不肯定也不買 有錢也未必買 因為 我有錢買這件東西 我沒有錢扔這件東西 是啊 真的是這樣的時候 多頭癢呢 當然 你說到最後 實行情況是怎樣 還有餘地 還有空間在上面 但是我也是 支持政府 他搞這個環保 因為其實我們真的 的確製造了很多垃圾 這件事 對於那些 膠袋很容易穿的那些 那就無必要理會了 因為始終 就像我自己剛才這樣說的 一天沒到手 你自己沒拿過上手 我們都不清楚 到時候真的拿到上手 甚至乎 想買的時候 大家 再去 對這件產品 再給意見 因為 有人在這裏拍這些片 我覺得 等同你那些 內地的小紅書 豆煙 說到 在香港 住大屋 很便宜 住公屋 我不知道 是不是那些擺拍片 所以 這個 留 留給他們 研究 不知道 你們就覺得 如果是這樣的 收費 導致 很多地方 甚至乎 各行各業的 成本增加 轉嫁了 我們身上 的時候 你 又會不會 哇 真的到時候 怎麼辦 你又會 又加價 那我更加 不會消費 不妨下面留言 請大家 記得 這些膠袋的東西 到時候才再研究 不要理他 究竟是不是 易不易難 這些留給他們判斷 那我今集時間說到這裏 下次再說 拜拜